我们这个排便主要是身体这个食物残渣 分解的这垃圾 那因为你没有进食 所以这期间的一般来说就没有排便 但是小便会有 那小便的气味什么颜色 也会体现出我们身体的这样一个逐渐修复的过程 气味会比较大呀 刚开始的时候颜色比较红浊呀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没有吃没有食物的残渣 但是身体呢它会把一些东西进行分解 我们叫做排解 排解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自身疗愈的一个过程 它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呢 给你排出来给你分解掉 我们把它叫做排解 那么产生的这种大便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肠壁上 这个大肠的肠壁上 还有很多的这种长期积累下来是宿便 叫宿便 这个时间很长 相当的丑 非常的黏 这个呢 一般是下不来的 那么 那么西医有一种办法叫灌肠 用灌肠 很难受 那么是用物理的方法来冲 来冲 那么 但是我们的壁骨呢 通过壁骨 身体自身积累了足够的这样一个能量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自动的把这东西排解出来 对大肠进行清理之后呢 我们整体来说 我们这种吸收能力呢 大大提高了 那一段粉红的肠子 和一段像那个污水管 脏东西 堵住 黏很黏和你呼住那种情况 那是不一样的 肠子 我们是主管吸收的是吧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壁骨进行到一定的时候 身体积累了足够的这样一个能量 正气的时候 它才能发生 所以这个呢 你需要加以运动 如果说 没有运动的话 这个过程还要往后推 还要往后推 这就是我们说的是叫做排速变 排速变 那么你说昨天便秘严重 这个呢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不要正常 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不正常 我告诉你什么叫不正常 就是按照我们的想法去 去干扰我们的身体 这叫不正常 身体它是一个很精密 很精密 很自动的这样一个 按照前老的话 叫复杂聚系统 复杂聚系统 开放的聚系统 它本身呢 它有着自动 智能的这样一个处理 它有自己的规律 它一直在很好的运转 尤其我们在壁骨期间 我们很爱护它 很尊重它 很信任它 对吧 给它一个很宽松的 你也不吃饭了 对吧 我们生产任务也很少 它就一心的自我去调理 这个时候呢 一切都是正常 目前看你说 便秘 现在排不出便 没有关系 该听课继续听课 该练功继续练功 到时候它就排解出来了 排解出来 下面呢 就是说 可以做答案 可以喝一点蜂蜜水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就好 这是一个好事情 好 那感谢燕子这个问题 好 这平常心的无忧 岁月静好 欲清晨 大家好 欲清晨很久不见了 简单句话说 我就是反复的 这句话不太 不太完整 我不知道前面讲的是什么 这随缘提醒大家 如果卡可以退出重镜 是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卡 有时候你退出重镜 就好了 如果觉得声音 小或者什么 可以戴上耳机 放大一些 桂月夜 欢夜 从中说 穿着红衣服 更显得帅 谢谢 顺心快乐天生 这么多 这么多的固有 我学习人非常多 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集爱上何方 中先生 很好 你的名片写对了 很好 很感谢 大家这个 新人把名片改过来 这是学习的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什么呢 后一个好印象 是吧 老师喜欢你 我们老固有喜欢你 尊重我们的规则 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一步 是吧 改的挺好的 简单快乐 爱自己的问题 说 我妈妈整天折腾 那痛 我没办法帮到她 这个问题呢 一会儿呢 我会专门的回答 这个问题 我今天 每天思考了一下 就是怎么去帮助 我们的亲人 家人 去解除这种病痛 待会儿我们专门回答 这个问题 我已经记下来了 待会儿我们遇到一块 给你回答 好吧 爱自己 建议医生平安说 闭谷三次 三月三号 第四次闭谷 感觉很好 感谢赫峰 利用 很好 也感谢你来做这样 小小的法布师 上山若水 能看回放吗 好像现在可以了 我们能看回放 现在已经能看回放了 我们一些答疑呢 已经累积在上面了 可以的 如果你的信号不太好 或者有其他事情 你可以选择看回放 这名字也很好听 金丝鸟 金丝鸟说 每天都打哈欠 流眼泪 嗓子堵 这好几年了 我缝不出来 是什么信息 我想壁谷 请老师知道 这个 这样的 这个 如果说你好几年了 这个 我们现在不能判断 因为我们认为呢 壁谷是自然发生的 自然发生呢 这前面有一些前提 就是你 你有学习 你有准备 你有练功 你身体达到那个条件 就像水 不但在烧 那烧开了 自然会冒泡了 自然会沸腾 是吧 那你这个不太好 不太好判别 我建议你呢 就是 就是开始学习 你现在呢 来听课就很好 新人 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想学 我从哪地方开始 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就是 练功 第二个就听课 第三个就上论坛 都可以 现在来听课 这是一个捷径 很好 你这个嗓子 堵 流眼泪 打哈欠 因为不知道 你是不是一直在学习 这个没有说清楚 因为从你没有更改 这个名片来说 我判断你可能是新人的 面大一些 想必顾的 就来 就来学习 就可以了 只要你跟着听课 好好练功 一般我们就是 大概是三个月都能学会 但是很多人会加快 很多人加快 一个是重视身体健康的 这个 修行的人 还有一个就生病的人 他非常珍惜这个 这个机会 会很用心的去学 就学得比较快 好吗 不用去管他 你只要开始来练习 练功 学习 这个身体状况会越来越改善 一般来说 打哈欠往往是什么呢 就是身体疲倦的反应 你看我们 控卷的时候就会打哈欠 这是一种 阳气不足 精力不够的情况下 陆平说明天可以再重播吗 这个就是 你打开我们这个 你比如说打开之前 他会出来 你可以把以前的那个 调出来看 最近 大概已经 周一开始了吧 从这周一开始的 现在是今天周日 那些个都已经挂在上面 从周一开始以后的 咱们都可以回放 都可以回放 我们这隋原 感谢我们这隋原 他把这个 超级学霸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这里头 你点开直播里头 他就把我们 最近的这个都列出来了 你可以 你可以里头一些选项 可以看到 金藤田 北京的藤田 他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上次问过 我说我给他思考一下 回答 今天带到了我们的这个 答疑 答疑的地方 很好 当前防疫情势还比较严峻 我每次出门都觉得 说不出的紧张 我想问问 在当前疫情 依然肆虐的情况下 我该 我们该怎么给身体做大爱 尤其在公交车地铁和飞机 这种密闭的场合 好 这个问题问的呢 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是由于这种疫情呢 给大家很多 在养生方面呢 缺乏办法 在养生方面呢 缺乏学习和准备的人呢 就在考他嘛 就在考验嘛 有的人会显得手足无措 有的人会发生恐慌 那么怎么应对呢 我们说呢 首先你要学习 养生 养生就是我们 应对健康的 最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 那么 之所以会觉得紧张 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你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不知道怎么去应对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把握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 这次疫情呢 虽然是 大家都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每个人呢 他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重视程度不一样 第二个 生理素质不一样 第三个呢 他就是他的这种健康习惯 他的养生技能 这些东西不一样 这些东西不一样 就决定了他的综合免疫力不一样 那有的人可以平安无事 但有的人呢 他比如有一些基础病 一些基础病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受到这种 病毒的清洗 病毒的清洗 并且有可能 虽然病毒没有造成影响 但是呢 这种紧张的氛围 给他造成的身体方面的不适 所以养生呢 我们是一个长期的功课 平时要把它学会 那么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会养生的人 然后心里更加坦然 更加坦然 一个是相信自己呢 就做 我不病我 谁能病我 是吧 就是我按照自然的规律 顺其自然 踪中我的身体 每天去锻炼 练功 正确的对待生活当中 发生的一些事情 顺其自然 这就叫道律天下 顺应着自然 顺应着自然的规律 这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这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当然现在大家知道呢 在这公共交通上面呢 国家采取了很多的方 很多的这样一个一些措施 比如进行消毒 像飞联那个时候 车辆都是要消毒的 这些都是要消毒的 而且有严格的一个措施 进入 购票 安检 然后进行检查 进去排队 各个环境呢 国家已经加强这方面的一个防护 大家的公众也有一个 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 只要做好自己的防护 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这个规矩来 那就顺其自然 顺应这些规矩 国家定的规矩 这些部门定的规矩 出行的规矩 我们自然的身体的规矩 你按照这些规矩来 那就是最安全的 坐飞机安全不安全 是吧 因为我们棕熊飞行的规律 注重飞行的安全 所以飞行成为了 助理交通当中最安全的 出行方式 是吧 所以安全取决于我们按照规律来办事 那么身体的规律 我们把它着重的在养生里头来 加以利用 加以利用 那么怎么做大爱呢 做大爱一种是 当下当时的 我们用语言 用这种行动 有针对性的 就像小鸭在上班看讲的 围绕对不起 请量量 谢谢你 我爱你 这是一种做大爱 但这是一种当时的 它针对性 时效性 还有一种就是 把这种大爱做到平时 平时就是在爱护自己 遵守规则 去学习我们身体的规律 掌握这种规律 这是更大的爱 更大的 而不是在世道临头 仓促应对 那就是抱佛脚 那已经落入到小爱了 那时候的小爱了 是吧 养生 你看我们强调什么呢 我们的养生 就像我们前老讲的 第一医学是治疗 第二医学是预防 第三医学是康复 第四医学 我们提升人的潜能呢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养生的 这四方面都包括 都包括 所以要做答案 这四个方面都要做 那咱们先不说第四方面 提升人的潜能 那么我们要预防 我们要康复 我们要治疗 是吧 那我们大致先回答到这地方 古有郭金兰说 闭谷几天后 红身没劲 请问怎样能缓解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这多鉴于新人 多鉴于新人 就是因为呢 在闭谷之前呢 准备工作还是做的不够 准备工作 一方面包括学习 建立信心 另一方面很重要的 就是积累能量 调试身体 调试身体 让身体的血脉 心动 逐渐的通胀起来 逐渐通胀起来 震气逐渐的调动 和积累起来 那么这些工作 如果没有做到 是可以进入壁谷状态 但是不能持续 就体现在 你会感觉到 红色美景比较难 这个时候怎么办 有两个 一个就退回来 我们重新做准备功课 我觉得这个呢 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补课 这个时候呢 做大案 练功 每天呢 把这一刻补上 也可以 也可以过关 但是呢 你看我们还是强调什么呢 让壁谷自然发生 把功课做到前面去 那就是真正去享受壁谷 而不是难受 是享受 贺德载悟说 今天壁谷第一天 没有喝一滴水 喝任何东西 壁谷的恩赐了 你看老的鼓勇呢 在这里头呢 他学习的时间比较长 他身体呢 是越调越好 越调越好 那么他就是 他讲都失败了 今天特别好 不饿不馋 你看到了没有 失败是成功之母 虽然失败了 没关系 从头再来 只要你认真去学 你总会成功的 今天特别好 不饿不馋 我感觉我的大脑不再想吃的东西 胃宝宝一直都不饿 所以我感觉每次失败 与大脑有关 是有关系 对 就是学的过程是建立一种自信 当你 非常自信 非常笃定的时候 你觉得 没问题 真的是 好像不需要食物 不会想到这个东西 很自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你学习到家了 这个时候 屁股就自然发生了 是吧 所以在养生里头呢 我们贯穿着我们到家的一些思想 比如说 慢就是快 少就是多 慢就是快 慢慢来 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准备功课做好了 就是三年不明 三年不明 你能不能三年不明 你天天去练功 你到时候就可一鸣尽人 陆平说 睡眠不好 老师睡会就醒了 怎么做 怎么做 这个问题是不是前面答过了 我们重新 我们再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先说一下睡眠的作用 睡眠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健康的环节 对于我们解除疲劳 恢复身体的这种精力 精神和力量 用身体呢 重新 就是充电 完成它的生长 完成它自然的一个周期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其中这里头呢 睡眠的养生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睡眠的养生作用 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神足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了 老子宗就讲了 叫做气足不思食 神足不思眠 金足不思欲 气很足 气是什么 就是能量啊 能量很足的时候 哎呀 不需要吃饭 不会去想吃饭 吃饭 刚才那位孤友 哎 你像刚才厚德仔我讲的这个 那就是气很足 啊 那么 如果神很足呢 那通过养生的方法 神很足呢 也是不需要睡眠 啊 不瞌睡 不想睡 这是一种情况啊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因为你讲的这个太简单啊 但是你如果说你睡眠不好 睡眠不好怎么办 上半场刘小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有一些睡眠 有些呢是因为什么 你不够疲劳 就是我们每天呢 要让阳气生发 阳气生发出来 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你去运动 我们讲冻生阳嘛 你只有去运动阳气 才能生发出来 你不运动 你光歇着 阳气是受到压抑 它不能够产生出来 啊 所以呢 我觉得陆平应该加强运动 啊 天心剑 就是治疗 睡不着 啊 神经衰弱 啊 这些个 很好的一个办法 啊 天心剑的过程中 配合做大爱 这种有节律的运动 啊 让思想放松 啊 情绪舒缓下来 啊 去做 来让血液呢 流步 身 全身 啊 运转起来 啊 跟天地呢 去交换能量 交换 信息 这样 对身体本身就是一个 全方位的调节 啊 全方位的调节 啊 尽量去这样去做 就会比较好 啊 睡不着的时候呢 也不要在床上啊 跟老烧饼啊 A面 B面 啊 睡不着就起来 啊 听听课 听听音乐 看看书 啊 做做家务 都可以 啊 比如我们现在不是可以 可以回放吗 听一听 啊 既然睡不着 说明身体 暂时这段时间 他不想睡 不要跟身体 闹别扭 啊 不想睡 非要睡 达不到效果 啊 不要达不到效果啊 顺其自然 不想睡 就不要睡 去做其他事情 去做其他事情 张力好 张力好日子啊 嗯 好多同学啊 现在因为可能我们 才转到这个 小儿童上啊 就是很多人还没来得及改啊 嗯 利用利用一些时间改修改一下名片啊 这样我能看出你是什么地方的啊 能获得更多的你信息 有助于我呢 帮助你去分析啊 张力好日子说 我做天天剑一个多月了啊 走起来脚不疼 一停就疼 啊 金老师指点一下啊 做天天剑一个多月了 我估计也是信任啊 首先我要啊表案下你啊 能坚持去 坚持去做天天剑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啊 良好的开端就成功了一半啊 那么 走起来脚不疼 这是这是为什么呢 你走起来 你的注意力不在脚弹上面啊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咒语啊 天天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坑君子以后德在物 为什么把它叫咒语呢 这简短的话里头呢 它有巨大的力量啊 强烈的暗示 我们就是自相不息的君子 我们就是厚德载物的君子 不断在调节我们的神经 调节我们的认识 那么一停就疼 这个里头我能看到一种勉强 就是你有这个 急于求成的这个倾向在这里头 就是觉得想好一点啊 想想早一点学会啊 想天天剑呢 得到一些效果 这个呢就落入到什么呢 落入到 叫做有心成功上面去了 有心成功上面去了 这个不光是新人啊 好多我们的老的姑姑也会这样子 因为天天剑走得好嘛 名字在前面嘛 或者在打卡 或者是在我们这个 微信那个运动里头啊 有时候就 就觉得 哎呀我走手了 少了不行 其实天天剑呢 它不是 它不是禁走 不是要排名字 不是要排名字啊 天天剑呢 正在做大案 正在找到那种轻松自在 自在啊 喜悦那种状态啊 但是如果说去追求那个速度 追求那个 部署 追求那个时间 往往就会像 哎 好日子这样子 走得别扭 最后就反映在脚上 你一停下来脚就疼 你停下来 脚的疼在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 其实你内心深处是不想走了 身体已经在提抗应 怎么办 直指 要直到停止 要直到停止 啊 要顺应身体 我们养生是为了顺应身体啊 啊 不要 不要勉强 勉强的都是不好的啊 嗯 嗯 蔡言公公说 啊 是俯顺的 俯顺有必顾吗 我说应该有 蛮好 辽宁在我们这个 连荣誉 老师的带领下呢 开展的很广泛 很广泛啊 嗯 好用年龄啊 大家的名字都怎么都起那么好啊 喜景 景悦啊 喜阳说 爱喝 没爱分 叫爱喝分 好谢谢你啊 嗯 简单就好说 对壁骨的认识反复有时就质疑自己 老师我怎么了 去年壁骨两次 今年一次都没有 提不起兴趣来了 嗯 是这样子的 我在这里头能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你有自责的倾向 嗯 养生是什么 养生你看我们里头是不是讲 就是爱自己嘛 是不是 你比如上半场 小鸭就是重点讲的爱自己 是吧 就是重点讲的爱自己 爱自己就不要勉强自己 暂时对壁骨不感兴趣 对壁骨不感兴趣 不等于对养生不感兴趣 只不过是你是说 暂时不想玩那个不吃饭的游戏了 没关系 我们养生呢 天一剑是不是养生 扣子吞经 大金身法 天克都是养生 不光是我们不吃饭 不吃饭只是其中一个 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环节 而已 你现在学会的是不吃饭 壁骨 我们还有吃饭的壁骨呢 是吧 我们你越学就越知道 原来壁骨的核心 它不是不吃饭 而是调节自己的 调心 调心 调节我们的欲望 没有关系 顺利自己的本心 好来听课 来听课就很好 都鼓励自己 多去做 多去练功 多去练功 事后到了 需要的时候 身体自然会给你发信号 我们说嘛 壁骨是自然发生的 是吧 现在身体不需要 不需要是好事情啊 说明你的身体很通胎啊 这个还有什么质疑的呀 是不是 陆平 你先听课啊 不要着急 我知道你是新人啊 你很想来学习练功啊 慢慢来啊 新人第一 进来以后呢 先把名字改过来 然后用心听 听一段时间 再开始问问题 你听到一个礼拜 至少至少一个礼拜 你再来问问题 你要先建立起 最基本的概念了 好不好 嗯 参与公共第一次听 好 第一次听 认真来听啊 大姐啊 这个把名字改过来 你谁大姐 这里都很多人年龄都比你大啊 练功是早上的课吗 练功吗 咱们早上八点钟 我们有直播 直播呢 教我们的这个 基本的 准备功课 那其中的功法呢 基本功法 其中的事情 其中一个重点 可以跟着去听 黑A一分 黑分啊 说 这两天一看壁谷 直播就打哈欠 不知道怎么回事 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这个可以说呢 是稍微接到了一些 壁谷的信息啊 那啥是壁谷的信息呢 壁谷的信息就是 当你相信我们壁谷能够养生 当你很相信这个的时候啊 你认为哎呀 哦 壁谷是个 哦 我现在了解的 壁谷原来是个养生的很好的方法 通过壁谷能让身体得到修养 我们收音身体 让身体去自我去调解 这对身体是很好的 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当你相信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再提到壁谷的时候 你是相信 你也愿意去练功 你也愿按照这去做 这就要接到信息 这就叫接到信息 那接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反映的身体是什么呢 身体它会把自己身上状态的自然的表现出来 对于一些疲倦的人来说 它的表现就是什么 打哈欠 它会自然把它一种 平时被它的神经精神压抑的控制的这种情绪释放出来 比如说对你来说呢 你平时就是缺觉 严重的睡眠不好 但是要打起精神了 要工作啊 要上班啊 要应付很多的事啊 是不是 但是在我们壁谷里头我们讲 要顺其自然 要尊重身体 要讲究轻松 对吧 要找那种喜悦状态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什么呢 不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是吧 不是去讲竞争 不是去跟别人比 那么这些理念呢 我们在听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能够身心放松下来 那放松下来呢 一些人就把他这种身体状态就能反映出来 对你来说 就反映出 睡眠缺乏 打哈欠 小仙女 莫莉 莫莉说 学壁谷和学太极拳有冲突吗 能一起学吗 受影响吗 谢谢 这个应该说不冲突 不冲突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这都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养生 的功法当中的 很很宝贵的 他可以都可以把它称为国粹 当然太极拳呢 流行比较广泛 在这国际社会呢 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 你看到外国去 他们也打太极拳 是吧 但是壁谷呢 知道的人很少 但是他在基本的原理上 其实好多东西是一样的 万法归一 他方法 原理 根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 当我们为什么会说 会建议大家新人 你既然选择学壁谷的时候 我们建议你把其他的 太极拳呢 瑜伽 打错 先放下呢 我们就说呢 做什么事啊 叫做久久归一 简化 突出重点 一段时间你就做好一件事 做好一件事情 这是简单的快乐 这是简单的快乐 这也是最容易获得效果的 如果说今天想学这个 明天想学那个 你可能什么都学不会 可能什么都学不会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 我们是建议呢 学壁谷 你就专心的学壁谷 你把壁谷学好了 你再去学别的 也有可能你学好壁谷了 你觉得 哎呀 这个够用了 对不对 可以了 或者也有的人 一辈子不会壁谷 但是他太极拳打得很好 所以在壁谷的养生的这种 方法那种 你选择一种适合你的 选好了以后 认真去做 就可以了 我快乐每一天 还真管 这名字好长 之前我看到的 可以回方 但是这两天 我找不到回方 这个可能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就是 因为这个 前一段时间是在微赞 现在又调到那个小儿童 调到那个小儿童 他有一个这样 有一个 你等于说 用的平台不一样吗 可能用的平台不一样 所以他 他中间有一个调整 可能要过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 好吧 大家稍微 等一下 为什么选到这边来 因为这边呢 它的延迟比较少 它整个的 整个它的效果是比 微赞要好的 所以我们的技术这块呢 把它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 当然公司可能要多花些钱 但是为了这个效果呢 就就转到这边来 那边呢 我们都反映说是那个 好的问题呢 就是更新不及时 就导致我们给大家的回答起来呢 不是不是特别好 好可惜 没有什么可惜的啊 这个这也是一种命运 也是一种命运 就是 就是你可能失去这个了 但是你可能得到另外一种 生活当中呢 没有 没有一种完美 没有一种完美 没有什么可惜的 就是真心你的所有 真心你的所有就可以了 何美 何美还会大意的 还会大意的 你还会 你还会听到 他讲的那些东西 清新说 一做科尔通金就打哈欠什么意思啊 这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啊 刚才那位朋友啊 黑 黑风他的问题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种练功的过程中 对我们心里的这种暗示都是 我在养生 我要放松 是吧 我要爱惜我的身体 这种情况下 身体的一些状态 自然状态 他就释放出来了 网友草说 天鹰剑的 你试试吧 这个我现在不太清楚啊 刚才介绍了一些情况 毛月玄说 真棒 解答的好 图子清晰 声音美丽 谢谢啊 谢谢过家了 刘玉香说 闭谷七天半 第八天下午复食 第九天 第九天上第一次打号 什么也没有多想 一切盛其自然 听身体安排 相信我们的身体会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规律 很好啊 谢谢 谢谢刘玉香的这个分享啊 这个就是 其实他就是为 刚才那位 便秘的 古友啊 同修 同学啊 再分享自己 每个人身体不一样 身体都是很智慧的 很爱你的 他不爱你能跟你一辈子吗 就是 所以相信身体就好了 顺其自然啊 接受我们的命运 接受我们自己啊 接受我们自己爱我们自己呢 是接受自己是爱我们自己的基础啊 接受我们自己就包括接受我们自己的缺点 就是我们这个有缺陷的身体啊 接受我们不完美的生活 我就是我所我那些命运啊 因为这些合起来就是我自己啊 北京的词让桌马啊 嗯 王一真 怎么更爱自己 嗯 这个 这样子的啊 你说怎么更爱自己 我觉得你好好做爱自己就可以了 不要去分别 不用去分别 有时候分别会带来烦恼的 你做爱自己就行了 每天去夸奖自己 我给你布置一个作业吧 给我们的新人 大家都布置一个小作业 一个小游戏啊 如果你是新人啊 你就做啊 就做 找出 写出 说出自己的21条优点来 哪怕很小很小 但是你一定要做 每一个做了的人 他都受益了啊 我就是在那个做过的人 和美也是 记住了吗 找出 写出 说出 你的21个优点来 啊 腾田 腾田说 啊 谢谢 看来功夫要下载 平时顺其自然 就不会临时报复 嗯 是的 腾田还是一个 啊 我们参加了几次训练营的老鼓友 但是呢 嗯 也很 也很 很善于思考 很善于思考 很愿意跟大家分享 啊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他在这里头呢 嗯 很真诚 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这里头呢 呃 就是 分别心比较 比较重 嘛 你有些烦恼是来自于你的分别 啊 为什么我又说傻人有傻福呢 呵呵 因为分别是很消耗人的能量的啊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要利还是要义 对吧 为了 为了工作的号召 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工作呢 可能是没什么钱 那 你选择这个原则 你还是选择那个原则 你一分辨 你就犹豫不下了 啊 你就 犹豫不下了 嗯 胖嘟嘟说 都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的天分使命 可是我活到了快40岁了 还找不到自己的天分 感觉自己对一切都麻木没有感觉了 嗯 谢谢你的分享 说的很真诚 这样的话 不在一定的场合里头 人是不会把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话说出来的啊 我应该怎么找到我的天分 我从小就给家人贴标签说 我是没用的人 从小到大都没很没信心 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 我是女的 年轻时的工作 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 嗯 好 胖嘟嘟 这个呢 其实你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 对于大的问题呢 我们往往换一个角度 我们从小处着手 小处着手 那么刚才我布置的一个作业 你听见了没有 你先去做这个作业 你找到自己21条优点 也许你 今天晚上 你只能找到7条 但是到明天早上你能找到9条 然后下午 你去找 你总归能超过21条 知道吗 随着你找到自己的优点 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认识 就会越来越全面 就会越来越到位 你就知道 你就会 你就会有生起一种感恩性 哎呀 我还能活到40岁 那么多的人在爱我 是吧 我生在中国 你知道吗 你生在中国 你本身就是很有福的人 你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你怎么没生在叙利亚呢 你怎么没生在美国呢 你没生在香港呢 你去想这些 你会觉得你有点太多了 对吧 你一不留神 你来来学壁谷了 对不对 没过 再过不了多久 你还学会了 是吧 花钱 对吧 很幸运的一个人 所以有时候呢 是我们要改变自己的一些 思考的方法 你先去做这个工作好不好 我们不要去讲大道理 你就去做这个小作业 飞燕医生亲说 怎么打卡呢 我们这个不是打卡的地方 不是打卡的地方 张科研 好 看到你了 很多朋友 好 陆萍 看来听进去了 谢谢陆萍 每一个人就是说 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有一句话叫做 亲其失信其道 老师还是很愿意帮助学生的 帮助同学的 但是呢 就是 就是 就在你能不能理解老师 有的人 有的老师会比较 比较稍微严格一点 他会要求你 有的老师呢 会多夸奖你 你都要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我 他去要求我 他希望我呢 在这方面呢 再长进一些 他去夸奖我 他是希望我呢 能够 对自己啊 更伸出一分信心来啊 如果大家这么去想 那我们就能够做到教学相长 学习的 因为呢 有老师 能得到更多的提高 我们老师呢 有同学们去 我们布置作业 如果大家去做了 老师会很开心的 会讲得更深入 会更用心 会更卖力 是不是 比如说 来讲十点 可以交差了 不行 多讲会儿 对吧 不觉得累 这就是一个互相尊重 互相感应 张力豪说 张力豪又打了一遍是吧 嗯 刚才说过了啊 这个我 我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回答的 这地方我们要说一下啊 就是说 有时候老师会把你这个问题 有的人是 有时候是有意的忽略 有时候是无意的忽略 就是无意的忽略 有可能是他没有更新 或者是 有时候这个屏幕会跳动啊 有时候会有意的忽略 这个时候呢 你也不要着急 为什么说这么说呢 就是说 就是你 比如你问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回答其他的问题的时候 你如果用心去听 你会听明白的 比如说你问的是眼睛的问题 可是我 另外一个同学问的是 鼻子的问题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能听懂 对吧 这就叫 这你学习的时候 就叫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只要你用心去听 你会觉得每一个问题 有些是跟我这个问题相关的 相近的 有些那是稍微离得远一点 但是你只要去听 你就会觉得 哦 都能受益 都能受益 当然一方面可能老师讲得好 当然另一方面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对吧 你多听 哎 你能从方方面面不同的老师身上 学到他们的优点 热情好友李健说 我经常牙疼 牙神经痛 该怎么办呢 嗯 你看他说 牙齿重要不重要 牙齿是实际上很重要的 对不对 我们有一句话 啊 你看很多成语里头啊 就说 就说 马齿徒增 就说 就方灵 你看方灵的灵 灵子旁边是不是有个牙齿的齿 是吧 那比如说 墨齿不忘 说这个老掉牙了 这些词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比比皆是 而且非常重要啊 说明牙对我们非常重要 牙齿跟我们的生命是紧密相相关的 那是 比方说虫王齿寒啊 虫齿相依啊 是不是啊 还有那个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广告 稍微有点年岁的就知道 就是天津那个 有一个黑妹牙膏吧 那个叫牙好胃口就好 是不是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 为什么 他用这种很朴实的话 讲的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 道理 你想你胃口好营养 才能吸收进来 是不是 那消化才能吸收进来 当然消化 你真的要消化 那你脾还得好 胃肠还得好呢 是不是 但是牙齿第一关的 那老人如果牙齿不好 哎呦 吃点饭很费劲 他甚至就不爱吃了 那你知道营养能跟得上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对老年人 就赶紧给他补补牙 或者给他装上假牙 我父亲就是这样 那 那一段时间 就是 牙疼 扒了牙以后 真的 不想吃 你看人就消瘦下来了 但是 后来我们给他装 就是 种牙 但种牙还不能一下子种上 那怎么办 那装上假牙 装上假牙 我爸爸的这个胃口也好了 明显你看这气色就好 脸也圆了 脸上也有光泽了 是吧 所以牙对人是非常重要的 牙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近视的能力 他还代表什么 我们说一个人口齿清晰 是不是 有些 老太太说话 你是不是漏分呢 是不是 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牙齿 表达就不清晰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们说话 跟牙齿有关系 还有牙齿什么呢 你看我们说 叫做武装到牙齿 牙是我们最 最后的一种 保护自己的武器 是不是 所以牙齿对我们来说呢 代表了我们的 近视的能力 代表我们的表达的能力 还代表了一种 我们自我保护的能力 自我们的保护 而且代表了我们的 我们的这种生命力 生命力 那么你这个牙疼呢 你知道吗 热情好 你一定要 你应该 就是我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每个人应该成为 自己的医生 就像每个人应该 成为自己的老师一样 每个人要 你从老师教你 逐渐走向 自己教自己 叫自求觉悟 从别人给我看病 到我自己能够 给自己看病 所以老师和医生 在这地方 都是通过学习 能够 能够向他发展 那么你呢 你就要对照一下 我刚才讲的那些方面 你出在什么 你有没有平时对牙齿 比较爱护呢 你说话有没有注意 说话有没有注意 你是不是对自己保护不够 从这方面呢 你来关照一下 关照一下 然后呢 觉得不合适的地方 你把它改正修改了 修改了 那么我们这个 和风壁谷里头 上来就给大家教了 三个基本的功法 大爱健身法 第二个 天一剑 第三个呢 叫扣齿吞筋 这个扣齿吞筋啊 就是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牙 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牙的 对吧 牙好胃口好 对不对 吃麻麻香 身体倍儿棒 多好 所以呢 多做 多做这个扣齿吞筋 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觉得 哎呀我这舌头不灵活 怎么转圈转不过来 扣几下觉得嘴很酸 慢慢来慢慢来 会越来越好的 你看我们很多同学 在分享的时候 一做的时候 这个呢 觉得经验满满的 是不是 你牙齿好了以后呢 你的面相都会变化的 是吧 你这个牙齿 它也有肌肉的 对不对 你牙掉了 你看人 多难看 是不是 所以爱护我们的牙齿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其实就是一种美容 那么热情好友 刚才你讲了这些 你要开始来做大肩 开始来做扣齿吞筋 把牙用动和大肩 健身法结合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扣齿吞筋 嗯 嗯